接下来大家我们就顺便说一说这个Fall语句的一些小练习应用了是吧 这个Fall语句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是吧 刚才我们已经基本感受到 哎不对啊 Fall test Fall来一个test 大家会发现一个道理就是 我们也可以用它是否完成一个传说中的啥 累加算法 听懂了吗 累加算法 看着啊 用Fall完成一个累加 用Fall完成累加 为啥呢 它不给循环吗 是吧 那么我来一个就是什么 首先大家是不是先定一个变量啊 记住住和 Fall循环 Int x就等于1 x小绝等什么 10 x要低增 最后写什么 Sum等于Sum加什么 加x 那在这里边我们来个谁 Sum等于加谁 I加Sum大家这能看懂吧 跟我们wile其实差不太多 那来一个叫做加拉C Fall一个test编译大家搞定 来一个Fall Test的发现O了吧 O了 这个练习能看懂吗 我通过这个练习就是想跟大家去做一些事情 大家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Fall和这个wile很像 Fall能做的事 Wile能做 Wile能做事 是不是Fall也能做呀 这是我们最纠结的地方 它有个区别 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 注意听 我跟你们说一说这件事情 那说一说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有趣 也是大家呢 比较重点掌握一个部分 就是我也下面直接写了 就是我说的 Fall Fall 和这个wile的特点 和 呦 白麻糊了 Fall和wile的特点 小写了 注意大家 第一个很简单 因为Fall和wile都是循环 而且都要加条件判断 所以它怎么样啊 Fall和wile是吧 可以互换 换句话说 你能用wile写出来的 用Fall就可以写 你能用Fall写出来的 用wile就可以写 这能听懂吗 啊 OK了 这就是他俩第一个特点 就是wile和fall完全可以互换 请跟着 还有什么 他俩的格式不同 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俩在使用上稍有一点小区别 第二个 格式上的不同 呦 格式上的不同 在使用上有一点什么 有点小区别 什么区别呢 是吧 如果需要通过变量 如果需要通过变量来 那来对 循环 来对 循环 进行控制 那进行控制 该变量 只作为 循环 增量 存在时 那 区别就体现出来了 大家注意往这看 我就在这例子里边写了哈 比如说大家 现在我就有一个需求 就干嘛呢 这个 打印1到10 这10个数字 1到10 10个数字 怎么做呀 大家 来 给我说一个简单一点的 叫做 印的 x等于 1 外绕循环 i小一等什么 10 那 或者说你愿意写个小一 11 是不可以啊 完全可以 i你写怎么写是吧 来一个 i各自等于 加上 i各自 i有怎么样 加加 大家只能看懂吧 看着 for一个 inter y就等于1 y就小于等于 都小于是1吧 是吧 y就加加 大家注意看 这区别明显不 y等于 加上y 看着啊 我要给你打印 算算算算算 还是5吧 你这太疼了 编译 运行 大家发现 x是1234 y是1234 没错吧 都一样啊 有什么区别吗 没区别 可以互换的 但是 小区别来了 我在vile的下边 我写上一个 x等等等等 我交上 x大家 look 编译 运行 大家看 我是不是 在循环结束后 还能操作 x 是的 大家 注意往这看 老师在这写上一个 叫做 i4 y等等等等 我加上 y大家 look 来 告诉 为什么 对了 大家 往这看 很多个人说上来了 老师 这个 y 它的作用域 是吧 是的 大家 注意 这个就是区别 放循环 它里边可以写三个表达式 就是意味着很容易可以把初始化表达式定义在它当中 而初始化表达式通常会定义什么 控制循环的变量吧 这个变量 大家 它只在放循环中有效 因为放有自有自己独立的区间 记住了 大家 放循环者一结束 y这变量怎么样 非常好 在内存当中就已经释放了 下面不可能访问到y 听明白了吗 ok了 大家 那么我问一下 对于这种什么 对于这种用循环来进行控制 该变量只作为循环增量存在时 这个用爆还是好啊 还用万要好啊 是的 用爆 老师有区别吗 大家 你要知道 你用万要行不行 必须没问题 但是 这X大家 万要用完以后 是不是还注留在内存当中 对 而这X已经不再被使用了 所以 它在浪费我们的内存空间 听明白了吧 比如说老师 让你怎么用呢 那你要用的话 就用YL 听明白了 OK 大家 这个小细节要知道一下 说白了什么 这就是YL和FOR的使用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考虑一个细节 就是内存的问题 如果大家不在乎 对 用谁都行 听明白了吗 老外 我给你讲 对这东西很在乎的 那很在乎 到后面 你会更清楚 它们有严格的区分 是吧 好了 大家注意啊 这里边相对而言什么样啊 是不是FOR比较常用啊 注意 不一定 啊 是情况而定 如果你要通过一个循环去操作一个变量 这变量操作后 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运算 用YL就可以了 对不对 用YL就可以了 OK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呢 YL和FOR的小差别 好吧 到这就基本搞定了 那 另外 再给大家说一个 就什么样的呢 我们在进行开发的过程中 通常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叫做 无限循环 渴着地转 说老师 那玩意不死鸡吗 我跟你讲 这种情况 很多件 到后期开发 因为它当中能有让这个什么 运行循环的这个内容呢 稍微进行一下等待 啊 就是我们说的后期的主色式方法 现在呢 大家直接都会了解就行 比如说 无限循环是有应用的 听明白吧 就叫什么样啊 我不知道要运行多少次 哎 听懂我的意思吗 有的时候 我可以去定义变量控制次数 有的时候控制不了 因为什么 我根本就不知道 它会运行多少次 但是呢 它在满足某些状态 或者满足某些情况下 它有可能会结束 也有可能不结束 听明白吧 所以要继续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去怎么样 定义什么变量控制的次数了 让它可劲的转 在循环里边去更什么 去定义各种条件 来控制循环的一个什么 具体转圈流程 能听懂我一下这个 啊 听不懂吗 就是这么个意思好吧 我就是想说 说哎 你转吧 老师我转多少车啊 哎 不要不要停 我没人跟你说多少车 就转吧 啊 比如说 如果你转累了是吧 你就是稍坐休息 然后再接着转 听明白了吗 哎 如果你知道吐了的话 直接送医院 东西是吧 如果你要是转什么样啊 如果你要转了什么 那个既没度 什么也没有累的话呢 你就继续转 听不懂吧 说老师我转跑偏了 不是吧 就一判断 转跑偏了 继续转 不让你停 跑偏了什么 你跑那一步 你就继续转 听得了一下啊 就这么回事 就老师转多少车啊 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根本就不喜欢控制次数吧 对吧 那这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要用到什么 用到一些无线循环的一些应用 那么大家 我先要讲的是 我们如何写无线循环 听懂了吧 这才是目的 这是刚才我给你告诉你应用 怎么写无线循环呀 你跟我说老师 能问吗 R等一 R小于二 不加加 就此循环吧 对吧 是的大家 那多麻烦呀 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叫做什么 叫做 无线循环 最简单的形式表现 对于Wile来讲 最简单是什么样啊 只要知道 它的条件为真 它必须一直转 这个吧 这个就是Wile 最简单的无线循环 请教授 那说老师 Fall什么样子呢 注意看 Fall那个是最特殊的 Fall循环 当当就完事了 你们不疑惑吗 这个条件 我能看真假 这条件你看真假了吗 是的大家 记住了 Fall的三个表达式 都可以不写 这俩不写 是真没有 头和尾 中间不写 它默认有 这个默认就是处 记住了吗 你不需要写 它默认就是处 所以 这个是Fall和Wile 最简单的 无线循环表现形式 到这欧没啊 欧了吗 欧了 把这记住就完事了 老师什么用啊 刚才我说了一句场景了 明白了吧 说老师 我就一直做到处 是这样吧 就把这些记住行了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